今年第十一起坠事故。美军机冲绳实施,暴露问题十分严重。 2018年6月11日星期一上午,冲绳当地时间大约6点40分,美国恐军驻冲绳加售那基地第18战斗机联队的一架F-15Z英式战斗机,坠在距离冲绳县首辅纳巴尔南约80公里的海域。 飞行员在坠海先从座舱弹着逃生,被一架日本自卫队的直升机从海面救出。 第18战斗机联队在加售那基地部署有两个F-15中队,分别是第44西血蝙蝠中队和第67斗机中队,目前还不清楚这F-15C来自哪个中队。 这起事件是2018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恐军的第6起坠事故,是美国三军的第11起坠事故。 2018年5月2日,波多黎各空中国警队第156空运连队的一架WC-130H在乔治亚州塔塔姆时附近坠,造成9人死亡。 2018年5月2日,一架T-38在哥伦布市已被14英里处坠,两名飞行员弹着逃生。 2018年4月24日,第56战机联队的一架F-16C战斗机在哈瓦苏湖市机场降落时坠,飞行员及时弹着逃生。 2018年4月4日,美国恐军雷鸟飞行表演队一架F-16战斗机在内华达州内里斯空军基地坠,飞行员死亡。 2018年3月15日,美国恐军一架HH-60普鲁英搜救直升机在伊拉克坠,7名机组人员死亡。 2013年美国政府开始削减军事预算之后,由于维护经费的减少,美军飞机妥善率下滑,是顾虑逐年攀升。 美军在2017年的总飞行时间相比2013降低了17万小时,但时势顾虑却上升了39%。 在今年上半年,美军创到了三周之内连坠6机的记录。 2018年5月8日,由于接连发生严重事故,美国恐军决定让所有飞机停飞一天接受安全检查,由联队背护人员自行选择停飞日期,最晚不超过5月21日。 美国恐军目前拥有200多架F-15CD战斗机,由于F-22数篮不足,空战战力空缺只能由F-15C来填补。 目前该机正在由博音公司进行升级,增加雷神AMAPG-63,V,三项控阵,EZA,雷达以及最新的AIM-120D先进中程空空导弹。 在多年的重度服役之下,F-15CD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疲劳问题。 2007年11月美国空中国警队所属的一架F-15C与空战训练师解体,整个前机身与后机身分离,飞行员安全逃生。 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,事故原因为协计身站位,337处的右侧上纵梁断裂, 施式机上纵梁残骸经破断面检验后,发现破断面数的厚度仅有0039英寸,不到1毫米, 到0073英寸,完全不符合蓝图规定的0090英寸到0.110英寸厚度, 接上纵梁的表面粗度,Surface Redness,也叫蓝图规定粗糙。 过饱的破断面直接造成上纵梁局部硬力大幅升高,在反复的飞行负载作用下, 上纵梁很容易由粗糙面产生多处的疲劳出示裂纹, 继而在后续的飞行负载中持续生长,最后导致上纵梁完全断裂。 美国恐军随后对所有F-15CD检查后发现有149架存在纵梁制造不良问题, 其中有9架的纵梁已经出现裂缝。 这起事件为F-15CD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, 导致F-15CD机队的全面停飞检查, 涉事飞行人斯蒂夫·史迪威少校也一直诉状把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告上法庭, 索赔超过75000美元。 最近,美国恐军的一份文件显示, 恐军打算在未来几年内退役整个F-15CD机队, 改用经过升级的F-16来执行恐忧任务。 虽然这个决定将遭到国会的严厉的反对, 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F-15CD机队的糟糕状况。